今天我们来体验长安的新车 UNI Z 今天主要是一个静态的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整体外观的设计 这台车采用了一个纵横万象的一个设计理念 像整体的车头营造出来这种感觉 还是非常非常有气势的 并且整体这个中网也沿用了 UNI家族的一个无边界的设计元素 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而且整车的风阻系数也只有0.329 对于它SUV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数据 会很有效的去降低你之后用车熟的 像风噪啊 然后一个整体的燃油消耗 包括也能提升一个燃油的经济性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台车配备了一套车外的雨云系统 你可以站在车外和车进行对话 进行一些操作 比方说支持打开后备箱啊 包括可以从车位里边把车开出来 咱们给大家进行一些简单的演示 你好UNI 你好 打开后备箱 好的 正在打开备箱 这个整体的响应速度还是非常不错 并且表达也是非常的清晰 你好UNI 你好 关闭后备箱 好的 正在打开备箱 不仅仅有这些功能可以只去操作 还可以去实现一些联网的功能 像播放音乐 你好UNI 你好 我想听凤凰传奇的山河图 这个场景就是你在露营的时候坐在车外 突然间看见这个星空 然后想听一首歌 你就可以直接坐在车外 让车去给你播放音乐 不用进车内再去操作 非常的方便 同时还可以在朋友面前小炫一下 你好UNI 你好UNI 暂停播放 然后这台车整体的尺寸 车长达到了4米73 然后轴距接近2米8 在这个级别当中 尺寸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保证比较舒服的一个车内空间 这台车整体 侧面和尾部的线条营造的 还是非常动感 非常时尚的 包括多条幅的轮毂样式 也是非常漂亮 然后尾部整体的造型非常紧凑 采用了一个贯穿式尾灯的样式 整体这种时尚感营造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顺便来提一下 这台车有五种解锁模式 还是非常多的 像常规的车钥匙 然后蓝牙的钥匙 包括这个手机APP解锁以外 还支持刷脸识别 就是人脸识别 然后刷脸来解锁 除此以外 还有朋友模式 即使你人和钥匙都不在车边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远程操作 帮朋友打开这台车 从而去使用 主打突出一个 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你都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开走 同时这个Face ID 320的系统 可以授权给五个人来进行使用 一家人可以同时去使用 并且你上车之后 它车内摄像头 也会去识别驾驶员的一个人脸信息 从而去调整车辆的一些设置 像座椅的高低 反光镜的调节等等 就是你在上车之前 这些准备的步骤 它都帮你做完 真的非常的智能 非常的方便 咱们去上车感受一下 来到车内 首先这个内饰整体 这个豪华质感还是非常不错 这个棕色的内饰颜色 真的很显豪华感 然后中控大屏的尺寸 也达到14.6英寸 尺寸还是非常大的 并且这块屏幕 我刚一上手 这个触感的感觉就非常的好 并且整体流畅程度很跟手 因为我自己那台 起源A07 其实就是长安很新的产品了 但是这块屏幕 我自己感觉啊 应该是会有进一步的升级 无论是材质啊 包括整体这个UI的界面 也是重新进行了设计 整体流畅程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并且这台车内置的 整体的功能 也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包括手机互联的功能 华为的high card 包括安卓手机的互联 还有视频投屏的功能 其实这些都是 副驾驶的福音 你在开车的同时 坐在副驾驶的媳妇 可以去看一些视频 然后包括把视频投上来 然后增加一些娱乐性 你也可以在停车等人的时候 然后在车里边自己看视频 这一点 我觉得是把这个大屏 尽可能的多去发挥作用 然后还有两个设计细节 我认为做的非常非常nice 一个就是导航的分屏显示 现在我们这是一个导航的界面 你在开车过程当中 如果现在副驾驶 其实是想去看一下这个音乐 打开这个音乐的程序 导航的信息 就会直接移动到这个屏幕的左侧来 这个小块屏幕 会显示导航的信息 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可能 应用程序占满了中控屏的界面 它这个导航的界面 就会直接传递到我面前这块 以表盘 总之就是无论副驾驶 在这个中控屏上面操作什么 都不会影响驾驶员去观察 这个导航的路况信息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 且显得很智能化 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像新能源这种智能汽车 很多人会去吐槽说这个车 没有物理按键 去控制空调 没有办法去盲操作 因为你再就想到这个 在空调这个控制界面 你去三指横向滑动 是去调节这个风量 然后纵向滑动 是去调节这个温度 在我看来 这样的调节方式 可能比物理按键 还要更加适合去盲操作 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 特别的人性化 而且会极大的提升这种人机交互的使用体验 其实往往这种用车质感提升 都是在这些小的细节的方面 我觉得这一点 UNIZ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可见这台车在智能化功能和交互使用体验方面 是真真正正用了心的 关于动力方面的信息 目前我们也没有得到准确的一个参数 但是刚才和工程师经聊天聊到这方面 得到的反馈是 无论在续航和性能方面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台车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的蓝金混动系统 应该会在这个月内进行一下发布 然后整体体验下来 UNIZ给我的感觉就是设计和质感 都是非常非常现代化的 并且非常注重智能化的功能 并且交互体验的提升合理性 并且在用车场景下的这些功能应用方面 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其实我也认为这是未来国产新能源汽车 应该去注重的方面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去提升我们的用车体验 提升我们用车的便捷性 这个才是智能化最终的目的 所以UNIZ真的值得期待一下